我們看課本七十二月 第二到第四經 無常苦空無我也是這樣 就是像觀無常這樣 你就把那個無常換掉就好了 單觀色無常換成單觀色苦 單觀色空 單觀色非我 那麼它就是四部經 那為什麼這樣呢 那這個就是 所謂把同樣的東西放在一起 經過結集的它就是這樣 那這四部經 我們如果是 它都是這樣 五韻這樣講 六處 那麼同樣也都是這樣講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六處相應 處相應第幾頁 處相應第一經 這幾頁 處相應 嗯 它沒有講一百八十八 它講 是第幾頁 一百八十八頁 是嗎 不是 是 沒有 第幾頁 它要怎麼對 六路處 送 第二 路處相應 第一經在哪裡 第幾頁 有沒有找到 我都不曉得這個月數怎麼翻 有看到 有看到了嗎 地相應 處相應 要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月數表 好 第幾頁 來 看我 來 看我 第幾頁 促相應第一經 有沒有看到 促相應 它不曉得在哪 一百七十頁 這個沒有月數表 前面要做一個月數表 好 一百七十頁 一百七十頁 對 一百七十頁 好 我們看一下一百七十頁 六路處送 第二 路處相應 那你看到這個 一七九經 就是後面瓜虎一八八經 就是第一經 處相應第一經 那你會發現到 它一到五 六到十 後面我們會看 基本上 都跟五運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促相說 這個 火在齊眼金色 世尊高主比丘 當正觀察 眼 無常 那麼 如是觀者是明正見 正觀故 深厭故 離喜 離貪 離喜貪故 我縮心正解脫 如是耳鼻者生意 一樣 那這個就是把五運換成六處 那後面 如無常 如是苦空 非我 亦如是說 後面的第五經 也是跟 前面 五運相應的第五經是一樣 第六到第十都一樣 好 那 這個是它編排的這個大概案例 但不是 但不是都照抄 不是 那 前面這一些大概都一樣 就是五運換成六處而已 後面有一些 後面有一些 也有一樣的 那也有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 翻回來 就是讓大家大概知道 好 再翻回來 這個第七十二月 好 那講到第五經 那前面 那前面就是 它就是解脱 并没有牵涉到所谓拒解脱会解脱 它就是指解脱 有解脱就有解脱之鉴 大概就是这样 要先以观无常为证件 就是以这个无常去观 那么重点要观到无我 不管你是观无常苦空 你都要观到无我 如果你观出来了是有我 那到底什么是我 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些经典 有时候经典不都是讲无我 也有讲有我 像正常为心的后来就是讲有我 这里是讲无常苦无我 那有讲空 无常苦空无我 正常为心的它一般后来强调的是 这个常乐我尽 那阿安经里面强调的就是 常乐我尽是四种颠倒 当然它的概念不太一样了 已经不太一样了 那它是在讲那种涅槃 或是解脱的功德 就涅槃的四德嘛 常乐我尽 但是很容易被误会成我 这是个我 那我们上过宝基经知道 即使在讲常乐静的时候 宝基经也是讲无我 就初期的大声 我们会在那 讲常 讲乐 但是还是讲无我的 那到了大波涅槃经的时候 就常乐我静 就讲我了 那这个我后来其实也变成佛教界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那佛法一开始照理来讲 核心是无我 那但是到了部派的时候 这个我已经产生转变 那么一开始是有部的认为 这个我分成人跟法 人无我 法有我 那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独子部 为了解释这个轮违 那么开始已经先设立 有所谓的补特切柔胜意我 那个也是人开始也失色有我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到 我跟无我这一部分 它已经慢慢慢慢产生变化 那后来就慢慢慢慢 有一些跟奥义书的真我 婆罗门的真我混在一起 所以你看这个后期的如来藏 像林前经他就直接跟你讲 我说的这个如来藏我 不是外道的如来藏我 真我 这已经混在一起了 那他虽然做前经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 好像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才要特别出来提前 我讲的这个我不是 放我那个我 不是奥义书的那个真我 不是费谈多的那个真我 就开始会这样 但是一般的人其实没有去读那些书 他读的就只有佛教 那佛教怎么教就怎么教 一开始会认为 阿罕经讲无我 这个是方便说 后来到了如来藏讲真我 这个才是究竟说 开始就会有这种观念出现 那这种其实是跟 佛说的无我道理是不合的 大部分的人修学佛法 本来是依佛出家的 后来就变成 听的是佛法 佛所说的法 佛阿罗汉所说的法 后来就慢慢变成祖师法 就依祖师说的 传承的是祖师的佛教 像中国佛教很明显的 我是天台宗的 我是灵济宗的 我是什么宗的 我就传承这祖师说的法 那不太去理解 不太去理解 这个佛到底说了些什么 那我的宗派 我的宗本 他后来明显以后都是这样 那我们的学佛的人 都自标为大称 那么 但是基本上也不晓得 什么是大称 其实是不是很清楚的 那佛法的核心 我们一再强调 轮违的关键 是我见 就是轮违的真结 是我见 解脱的关键是无我 所以你 你不管怎么修 你有正的无我 你就是可以解脱 你没有正的无我 你就是不能得解脱 那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那后来当然 后来当然就是 有一种说法就是 你正的无我 你只能正阿罗汉 你还能够知道 这个无我中的真我 那么你才能够成佛 就变成后来是讲这样 那这种其实后来都 就是道理上后来都混淆了 那老实讲 就是一般修学佛法 哪里知道 那什么样才是真的 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不太清楚 好 我们来看 那第一个第四经是 无常苦空无我 那重点是无我 那第五 第五部经我们看 那有一天 佛在齐远今生 这个时候 世尊跟诸比丘讲 余设当正思维 那正思维跟前面讲 那么要正观正见 其实差不多一样 不过正思维重在于 我们一般常常讲 如理思维 或如理作义 或是内正思维 那么正思维 正见正思维 有时候常常会讲 如理作义 或是如理思维 或是内正思维 或是正就直接讲正思维 那有时候还会讲 一般会这样 后面还会讲有所谓的如实正观 如实正见 这种 这种 我们来看 讲到他说 他说于射当正思维 观射 怎么样正思维 那么正就是不颠倒 那什么叫做颠倒 假的 假的 你把他当成真的 那这个就是颠倒 大致都论有举一个批译 比如说天空 我们看天空 是什么颜色 蓝色 但是我们叫青色 青天 青天 青就是接近你蓝色 再过一点 湛蓝 那我们叫青天 就青色 但我们现在讲蓝色 我们在看那个水 从山上看下去 那个水也是蓝色 看天 天是蓝色的 但天是蓝色的吗 天不是蓝色的 虚空哪有颜色 你一直看上去 你上去 一直上去看 你根本就没有东西 哪有蓝色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我 我们会实际上认为 有一个我的存在 就好像你看到 天是有颜色的 天哪里会有颜色 天没有颜色 那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最常举一个P 就是我们看到的 很多东西 并不是实际上 它的 它的东西 它的颜色 就很简单 看这个树叶是绿色的 树叶真的是绿色的吗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看到颜色 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们所看到的境界 都是因缘和合 第一个包括我们的眼睛 眼根 第二个包括这个东西的本身 那么眼根 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本身 还有光线 这三个东西配合 那么我们才 有一个颜色的概念 那每个人的眼根 就是每个生物的眼根 如果不一样 那么它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一样是一朵花 你看到是红色的 那么一只蜜蜂来看 它可能不是红色的 那就是它的眼睛 眼根的构造 还有这朵花本身 这朵花本身 其实不是什么颜色 没有 所谓的颜色 单纯就是光纺照 然后你的眼睛 认知 还有你过去 那么对这个颜色 那么习惯 它其实很多种 很多种原因才造成 你看到这朵花 是红色 黄色 类似像这样 那这些 我们如果把它换来说 我们看到 我们感觉到有我 知道有我 观这个色 这个色有所谓的 这个身体的 主要是身体 那身体之外的 我们也是色 就是言而弥则神力 对色身相会出法的这个色 佛法里面讲到这个色 它概念有一些不太一样 比如说 那么最明显的 就是说 五蕴的色 我们来看 就五蕴的色 讲到这个色 像这里五蕴讲到的色 就是指这个身体 五蕴里面讲到的色 就是这个身体 当然它可以扩充 但是五蕴它就是身心而已 五蕴完全是身心结构而已 五蕴 你看 我们这些东西要先理解 五蕴它就是身心结构 身 心 那身就叫做色 心就是受想形式 好 那么如果六处 这两个是佛法的一个核心 六处 你看 六处 六处是心跟静的关系 但是也是身跟心 身 心 那么它是重 这个是重心理的 重心理的 所以这个 以这个心为主 讲心理的 重心理的分析 这个是重心理的分析 这个是重心理的分析 身理就是感官的 那么身就包括 言耳鼻舌身一 那么讲这些都是要你实际上 坐下来 心静下来去观察的 观察 到底什么是我 那不外乎就这一些 好 那这个心 这个身 这个是身 然后这个是意 身心结果 那这个意主要是 所谓的坐意决定 好 那么你会发现到 如果我们讲色的话 五欲里面的色 就是指这个身体 但是六处里面讲到色就不是 这个就是色 这里都是色 都是色法 显色 形色 表色 后来讲的就多了 后来阿比达摩讲到色法 讲的就多了 我们先来看 那么眼 眼的境界 因为这个六处 一定是分内六处 外六处 就是根 这个叫做六根 那么 它不会单单只讲 言耳鼻舌身一 因为言耳鼻舌身一的功用 就是分别这些境界 所以它相对的 这个叫做内六处 那么一定有外六处 但是重点还是内六处 因为主要就是身心 所以它所对的色身相味出发 好 那么这个叫做外六处 所以加起来就叫十二处 如果讲到六处 它的重点在讲心跟静互为缘情 讲到五印 在讲身跟心互为缘情 主要是就强调这个身心互为缘情 那心怎么来 心当然是从 从促进而来的 好 那你看到这里有一个色 这里有一个色 这里有一个色 这个色跟这个色的内涵不一样 不一样啊 很明显啊 你看这个色是包括 这里都是色 但是这里的色是境界的色 它只包括眼睛所看到 所了别的境界而已 不包括身相畏处 但是在五印里面 这些都是色法 所以色法有十一 就包括色身相畏处嘛 颜耳鼻舌身嘛 还有一个什么 五表色 就变成是这样 这个是后来分析的了 那在五印里面 这个是色 但是如果你在五印里面看到的色 它就是指这个身体 地前往后的身体 它包括颜耳鼻舌身体 色身相畏处啊 都包括在色里面 这个里面就包括 颜耳鼻舌身 颜耳鼻舌身 色身 然后能至于色身相畏处 那么这个是指身体 或是身体所见的 但主要是身体 那这个色就不是啊 这个色单单 是跟身相畏处分别开来的 只是眼睛所见到的 那么是色法 所以这个 你一个名词要看你放在哪里 就好像我们讲很简单 我们讲心 那心要看你放在哪里讲 我有心病 我思想上有毛病 还是我的心脏有毛病 是这个肉团心 还是这个意识心 那它讲的就不太一样了 那这里的色 跟这里的色 其实它的概念不一样 像我们讲行也是这样 诸行无常的行 就无韵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这个行 跟诸行无常的行 跟无名原行的行 这三个不太一样的 那诸行无常这个是比较广的 那无名原行 就稍微就是一页而讲 那这个受受想行事的行 单单只是亲手 还不包括色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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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所以一样是那个字 那个名词 但是它放在不同的地方就不一样 比例来讲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处 这里有一个处 那这个处跟处作意受想事的处又不一样 比如说 那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你每次读的时候 你都要先分别 这里有一个处 对不对 就是声跟处的境界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跟 这个是尘 然后再加上是 就是眼对色 然后有眼是 是在眼跟色这边了别 就叫做眼是 跟尘是 跟尘是和何生处 那这个也是一样 生跟这个处 这个境界 那么冷热这一些的 冷热暖硬这一些 那么再加上身是 合起来 它还有一个处 跟尘是和何生处 处聚受想事 那么这里有一个处 这个处跟这个处又不一样 所以这一些 我们稍微要跟它分别一下 不然我们都看到 好像看到同样的词 就把它混在一起 好 那这个是顺带说的 好我们底下看 他说 像他这里讲 正思维 然后如实之 正就是正确 不颠倒 那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的去观察 那观 基本上是佛教非常重要的 像般若经他就强调 要从文字起观照 从观照正实相 你能不能解脱 能不能见到实相 完全看你有没有 如实正观 如理作意 那就是观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或是用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 或是去处理这件 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一般来讲 就是 比如说 如理作意 依照正确的方法 那么让心 不断的去怎么样 觉察 注意 这种 比如说观察身形 观察烦恼 那观察一切有一法 如梦幻泡影路电 那 观察 观察一切法 这讲到法 我们再等一下讲一下 就是 比如说讲到诸法 这个法 诸法的概念 后来也产生变化 一开始我们就先讲一下 那么 一般我们讲 比如说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我们看四法印 诸行无常 前面讲到 无常苦空无我 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这个是四法印 那如果减掉诸受是苦 就三法印 诸法无我 我们现在的思维范围广了 那是受到阿比达姆的影响 诸我无我 然后涅槃极境 就解脱了 涅槃极境跟五印刺身 那么就不一样了 涅槃极境 好 那这个我们叫做四法印 那么 有些只讲三法印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四法印 好 不管是诸行 诸受 还是诸法 都是指这个身心 都是指这个身心 但是诸行无常 当然 它重点在观察身心 你扩大身心之外的一切法 都是这样 就好像设法 主要讲这个身心 那么身心之外的一切这些物质的 它也是设法 就扩大了 但是我们常常会变成 不观察这个身心 只观察这个世界 就变成是这样 就是你在观诸行无常的时候 你变成看树叶 掉树叶 然后这个变成 因为我们讲 这个世间它有三种 这个世间 它主要是五印世间 有情世间 跟什么 国土世间 那么从无常来看 其实它重点是 重点是有情中的五印 五印是什么 五印是谁 特有的 人特有的 其他有情不一定有五印 无社界的有情没有五印 来自于社界也不一定有五印 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到 佛法是以有情为核心 有情中的人为核心 所以讲五印 所以观照都是观照五印 那么从五印 无常来讲 它重点在讲这个 五印的身住意灭 身灭身灭 所以后来都会讲到 不生不灭 你看心经 照见五印皆空 然后不生不灭 不过不尽不依不依 它基本上都在讲 讲这个五印 因为我们有时候观照 会离开五印去观照 其实那个都会离体 就是说你重点观五场 你要观这个身心五场 当然有些从外之内 观这个世间的五场 然后观到自己身心的五场 那其实核心是要观身心的五场 那你看到世间五场 你觉得这个世间太五场 我要赶快 就变成你有一个真实的我 你不是五场的 就好像这个世界是 是染拙的 我是清净的 就变成会是这样 这个世界是不净的 我是净的 这个世界是五场的 我是长的 有些人会观到 观五场会观到这边来 那这个你要注意 那你要想国土 就是国有情 它就是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那国土就是沉住坏空 它基本上就是 这个就叫诸行五场 那诸行五场 那重点其实也是讲这个五印 那么诸受是苦 那也是五印里面的受 色受想行事 那么这个法 重点在这个法 好 所以后来有所谓的法空 因为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佛法的概念 后来被换掉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你像那个有部 有部是讲三四十有的 法有的 但是他也讲 他也讲法空 但是他的法空 不是中观或出席大声 讲的法空 不是 他讲法有 但是他说的所谓的 这个空 不是指这个五印身心的 这个法 就是色受想行这些法 因为那些三四十有的 他只是讲这些法中 没有我 只是讲这样 这个叫做 这个 那么诸法的概念 其实就是五印 色受想行事 就是五印 但是我们后来当然就扩大到很大了 那开始是五印 或是说六处 十二处 十八戒 都是以这个身心为主 或是六戒 那我们说这个是十二处 这个是十八戒 好 那么 印处戒 基本上 都是指这个身心 因为他重点就是五我 五我主要是这个身心 你对这个我的直取 他要否定掉它 所以这个诸法 后来讲的多了 到了据舍论 到了维师 这个诸法的概念 那这个其实应该是受到六派哲学的影响 六四外道里面也有 也有讲到这个法 那么几地几地 就非常的多 那么佛法里面看到佛法的暗案经里面 通常没有讲那么复杂 也没有讲那么多 那后来这个诸法的概念 就越来越复杂 那大皮菩萨论已经很复杂了 那这个四千佛法把它整理开来 就变成这样 这个诸法的概念就变成这样了 有违法 无违法 那无违法本来只是指涅槃 后来不是 在据舍论里面已经三种无违了 虚空无违 折灭无违 非折灭无违 那折灭无违才是涅槃 那还有其他的无违 那这个有违法里面 有违法里面就分这几个了 设法 心法 心所法 跟心不相应刑法 那么 那么这个就多了 那这个原来不是 佛法里面没有特别谈到这种东西 但是所以后来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所谓据舍里面 罪舍论里面的诸法 或是大比佛山里面的诸法 因为据舍论是整理 整理这些阿比达姆的东西 那他把它简化 然后把它整理得比较好懂 那但是这些都跟一般 我们讲三法印的诸法五网 它重点在指五运六处 这些概念不太一样 它已经扩大了 甚至是像这个设法也讲得多了 那新手 北传的新手还少一点 南传的新手就更多了 那么这些后来都变成 我们叫做法密的分析 那我们后来读得越详细越多 开始慢慢慢慢把那个重点模糊掉了 就是你已经忘记回到讲这个五运 关这个身心 所以像我们学习佛法 我们平常在学习佛法 其实很少关无我 也不太会关无我 因为现在的人认为 你怎么修都不可能得解脱嘛 那你就是关无我 你也不会解脱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是要往生净土的 那这个是北传现代的情况 或是说不要剁三二道就好了 就会有这种概念 那这种概念其实 也不符合佛法的概念 佛法的概念是 你只要如理做官 有证件 你有善根 培养善根 你就能得解脱 所以他这个 余解释论里面 写这么多 你像这些 你真的只是看这个经 你稍微还理解 你看这个论 看一看 你真的会问题更多 你自己看 不过他基本上主要在讲 像前面这边有讲 他为什么这么讲 无常苦空无我 其实就是要把邪见 转成正见 那么有正见的 已经有善根的 让他善根成熟 那么善根成熟的 那么再这样去关 他就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得解脱 其实他里面主要是在这么讲 所以你看他说 有几种 有几种这个 这个 这个涅槃 那就是有几种错误了 他前面讲到 调伏比邪甚紧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有宪法涅槃 就是外道 外道宪法涅槃认为 我现在 就是没有 就是我现在 快乐的状态就是涅槃 他有这样的概念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 就是 就是想到就顺便说了 有一些概念 跟我们 就是阿含经的一些概念 跟我们平常读佛法的一些观念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 在大圣 或是在密法 或是在 在其他地方写的 就拿来看 其实他概念不太一样 好 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 于色当正思为 观色无常 如实之 就如其事实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 其实是表面的 它不是事实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 你看到太阳 从那边出来 从那边下去 你就认为 我是不动的 太阳是动的 你看到山 火车绕着山转 你就认为山是不动的 火车是动的 其实你如果到月球上去看 太阳 就是地球本身在动 那么这座山在地球上 它怎么可能不动 那么一样 但是你说太阳真的不动吗 那你再跳到银河系外看 你就知道 整个银河系都在动 太阳怎么可能不动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 实际上 它不如实 不如实 那我们感觉到的 其实重点还是要回归到我 我 那我们容易认为 我们就是 这个跟婆罗门的观念 也有关系 婆罗门认为 我是妙乐的 清净的 所以他才会讲到 其实 然后我是真实的 那我们就我们自己的感觉 会觉得 我时故我在啊 就是 那这个我的那个真实感 确实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嘛 叫做独一嘛 我有几种概念嘛 它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讲几次 或者不讲 我它就是实在 当然这个我还要看在 放在哪里讲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叫做 如果一婆罗门教也叫做 阿特曼 那它就是实在 真实的存在 那这个实在底下 就有几个概念 叫做独一 很长 就不会改变的 它一直都是这样的 然后自主 那因为就是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嘛 那很明显啊 那这种就是 有一种我的感觉 那独一 很长自主 那佛法从这个地方 去告诉你 其实 其实 我是五蕴 五蕴是合合成一个我 它不是独一的 但是你会认为 五蕴之外有一个我 它是独一的 那它是很长的 那它告诉你 五蕴是刺 五蕴是生灭的 它不是 它不是长的 是无常的 它不是长 它不自主 为什么 它会受苦 苦就不自主 所以 苦固无我 无常固无我 缘起固无我 它就告诉你这些 那重点还是都是在 你怎么观察你的身心 去掉那一种 去掉那种对我 那我们大部分的概念在于说 我有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进入这个身体 这个就是什么 我在运中 这个就是我在运中 或是离运我 离运有一个我 那么 我进入我在这个身体里面 那么 或是我运在我中 就是我控制这个身体 我控制这个身体 那个就是运在我中 我在运中 就相在的概念 那离运我 离差这个身体之外 身体会死 感觉会没有 但是我还存在 它进入在另外一个身体 那么 这种概念 其实根深蒂固 那佛法在否定这种概念 因为它认为 生死的真结 就是你这种概念 没有去除 所以它从各个角度 你看 这个阿含经 砸阿含 是最根本的 这些阿罗汉结集的 以大家设为主的三明六通阿罗汉结集的 它就四个部分 简单就是两个部分 什么是无我 什么是无我 分三部分 五蕴 无常 无我 六处 无我 缘起无我 主要是这三部分 那后面讲 怎么正得无我 怎么样修 次第 就三十七道瓶 所以它就是 五阴诵 六处诵 还有缘起 这个叫杂阴诵 缘起十地界 这个我们之前读过 然后后面就是什么 道瓶诵 主要就这四部分而已 这个是最初的四部分 你看它都在处理什么问题 处理我跟无我的问题而已 没有其他的 当然我们后来的佛法就多了 这个概念就多了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觉得佛法非常浩瀚 可是你也只要看到 当佛当时的阿罗汉 没有人读那么多 我们看一看 大家是舍利佛 目见人 谁读过中观 谁读过于且世地论 谁读过为世 没有啊 他们只知道 五应无我 六处无我 大概我看最多的 就是罗霍罗而已 罗霍罗又五应无我 又六处无我 又缘起无我 反复背诵又反复跟人家讲 后来他才证阿罗汉 其他的阿罗汉 都是一五应一六处 或一元起 他就证得无我了 或者从元起的根本叫四地 像吴比丘 那像这个 像这个三家社 或是大家社 没有人读那么多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读那么多 因为你读那么多 你就不懂啊 那你也可以不读那么多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受过了很多这种 佛法的这种讯息 我们会有一些先错误的观念 那你要把这些错误的观念先去除掉 或是说他也不是错误 但是就是方便的 不是究竟的观念 你要先把它拿掉 如果你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你就读五应五我 那么也有可能就这样 五应五我就弃路了 那因为现在你知道的太多了 但是你知道的多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要把你知道不正确的那一部分 再怎么样 再导正导正导正 还有一部分就是学多 只要是因为你学的多 这个五应不知道 如果你只知道五应五我 那么一五应五我不能误入的 那他就不能误入了 但是你还知道六处五我 那五应五我 你不知道我跟你讲六处 六处五我你也不知道 我跟你讲十八戒 跟你讲缘起 就这样 那就是不只是你要知道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怎么样想报 让人家知道 所以要学得多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们说 后来的佛法就是阿彼达谋化 那导致于我们 感觉到佛法是不可亲近的 佛法是很难懂的 它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如果像我们了解的 当然不可能得解脱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阿含经 其实是可以解脱的 是可以得解脱的 那么多佛弟子 也不是每个人都很聪明 没有 可以得解脱的都算聪明 就是没有 不是每个人都读过很多书 有些是守陀罗的 有些是 你像不要讲什么 央觉摩罗就好了 央觉摩罗其实是很用功的一个人 但是 他一开始出家 就接触到不好的师父 那么这个师父 他是接触外道的 那么这个师父 怀疑他 那么其实是他太太 因为以前的人 他也有结婚的 那么 这个 喜欢这个央觉摩罗 那央觉摩罗 没有特别对他有意思 然后他就 怀恨或是他怕他跟他师父告密 所以就先栽赃这个 跟他师父讲 跟他先生讲这个央觉摩罗欺负他 他师父也没有去查证 你像释迦摩罗就不是这样 不管谁来跟他讲 他都叫那个人来讲 那么 你真的是这样这样这样吗 即使是人家讲舍利佛 目见人 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知道舍利佛 目见人不会这样 但是他还是叫来问 他说你这样这样这样 那你是不是真的这样 你看他处理事情完全不一样 看绿典看暗镜里面 你都会发现到这样 那你看杨绝摩罗 他读过什么经 他学过什么 还没 还没 他就学会砍人而已 因为他师父什么都还没教他 后来怀恨嘛 他就叫他 好 你要休息 你要解脱 你要先拿休息的工具 就是一串 一串念珠 那么这个念珠 一百零八颗 他就去杀人 他不一定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是我们后面说的 他就是你要去收集一个 一串念珠 有的讲到一千 九百九十九 有的讲到一百 九十九人 不管他 他就是杀很多人 我觉得不可能杀到九百九十九人 大概就是九十九人 就是很多人 他没有修什么 他不懂什么 他什么都不懂 他只懂得要砍人而已 可是最后佛陀有跟他讲那么多吗 没有 没有 他依然得解脱了 那这个摩登前女 摩登前女也没有学佛过 也没有修行过 他去修行出家单纯只是因为阿难 喜欢阿难 那么要让阿难认可 他才去出家的 才去修行的 结果阿难还没正阿罗汉 他就正阿罗汉 他懂 他听什么 其实也是五云五互 六处五互而已 他有读他有读那么多吗 有读大毗波沙论大智度论 这个于潜世纪论吗 没有 当然我们会说那个是阿难 我们要成佛 其实成佛是知道的多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你从佛法的观点看 这一些都是后来的佛弟子祖师 那么在当时的环境中 为了受受当时的人 或是要处理当时的邪见 你像佛陀 佛陀在当时有什么邪见 六师外道有邪见 那主要是两个 修行的方法跟解脱的概念 如这两个主要是这两个而已 解脱的概念什么叫做解脱 一般就是两个嘛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而已嘛 这个不是解脱 你认为解脱 那你执着了 那你就永远不能得解脱 因为这样不是解脱嘛 就好像说 现在也有些人这样 就是见到真我不是解脱 那你却认为这样 见到真我是解脱 那么你见到真我 你就得解脱了 其实没有解脱 这一点就是解脱的概念 你要知道 什么是实相 你要知道 第二个就是 得解脱的方法 你要知道 那么有一些人认为 没有解脱 没有反 没有圣 像富兰娜 那像泼胡陀 也是这样 他认为有一些是 因缘 就是时间到了 大家都解脱 时间没有到 大家都没解脱 那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 修苦行就可以得解脱 那有一些是 没有解脱 没有反 没有圣 所以释迦摩尼佛 一开始讲什么 讲四种证件 有善 有恶 有业 有邦 有凡夫 有圣人 有过去 有未来 那么这个是针对 厘清当时的人 错误的观念 所以他要把它厘清的 所以佛法有一部分 都在厘清的工作 那好 到了后期 大圣的时代 也是在做厘清的工作 为什么大圣要讲空 他在厘清 不怕 那一种法有的概念 所以他到处讲空 那后来又有一些 他把这个空 正到什么 就是 理解到断面去了 所以他开始又讲有 反正类似像这样 那么有很多都是处理 当时外道的知见 或是跟佛法相似的知见 那这样处理来处理去 处理来处理去 就慢慢变成 有一些外道的知见 就变成佛教的知见 你如果慢慢学习 你会发现到 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佛法越来越多 然后越来越复杂 那照理讲 越来越仔细 我们应该越来越清楚 但是越来越仔细 我们越来越不清楚 那么越不知道怎么修 读了很多 但不知道怎么修 修了很久 就是 那怎么修都不行 就是修行修行 越修越不行 基本上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没有理解到核心 那没有理解到方法 就是你没有放在 观察这个身心 观察身心 重点不在观察这个身体 观察什么 观察心 那心有没有烦恼 起什么烦恼 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 这种烦恼从哪里出来 那么当然这是一部分 因为它重点 解脱就是没有烦恼 那你怎么没有烦恼 烦恼有两个 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 见烦恼跟爱烦恼 最主要的 后来当然就列了很多 很多种烦恼 那么这一些最重要的 其实是要让你 因为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见 所以很多都放在 怎么处理这个我见上面 只是后来 这个重心稍微有一点转移 所以甚至到了大圣 那些就更 转移的更厉害了 但是其实初期大圣 他原本是要把重心拉回来的 因为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就讲诸法 一切法 甚至什么心不相应行法 生住亦灭 得非得 虚空 虚空无畏 这些全部都是法 但是这一些 甚至讲到世界 重重的世界 像华言经重重的世界 那么就把境界拉广了 把道理讲深了 但是 很多人因此更不明白 阿罕经其实是回归到最朴素的地方 所以应孙导师讲 你真的要修行 真的要弘养佛法 要以阿罕经为根本 那根本佛教 立足于根本佛教的纯朴 但是 因为时代在变 所以你一定要随着时代的改变 那么你的法要适应这个时代 那么这一种 善巧方便 比较具足的就是 初期大圣 他有很多的善巧方便 适应那个时代 这个时代又不太一样 但是你要学习那一种善巧方便 所以大圣很重视方便道就是这样 波罗道之后有方便道 那这个方便道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 他怎么样依于当时的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人的根基 那不同的地方 那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思想 就是他有些什么错误的思想 你要怎么样修正他 那这个 你看这个佛陀 就是依于他们的执着点 去掉他们的执着 那像杜三加社 参加社是拜火的 那他就跟他讲 那么他是要让火一直在燃烧的 他就跟他讲什么叫做燃烧 你就是着重这个燃烧啊 他就跟他讲什么在燃烧 言而鼻舌生在燃烧 五蕴在燃烧 五蕴赤胜在燃烧 那这个 这个魔后居之楼 他的概念就是 我一切法不受 那他就跟他讲 那什么是受 受有苦受有热受 你看他就针对 但是到了后来 我们说后期的佛教 其实有所谓的 尤其是婆罗门教 复兴 那么他有很多概念 他要把它厘清 厘清很多概念 那么这些概念没有厘清 你就 你就就是借进取啊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啊 你有借进取 你不可能断身见 那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那么这个是中期佛教 你可以看到他很多方便 他很多方便 所以导师说 要立足于根本佛教的穷仆 但是 要弘扬中期佛教的行俭 因为你是要度众生的嘛 你跟要解脱的阿罗汉 不完全一样 所以你既然要度众生 你就要学习这种善巧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 那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然后再涉及后期佛教 比较地当的 就表示说 他很多东西 其实摻了很多东西 不完全是佛教的 所以后期佛教 设起后子佛教就递挡着 这样才可以 复兴佛教 畅活本欢 其实导师讲的 这个是 真的是非常有智慧 而且是他经过这几十年 对佛法的体悟讲出来 一般人讲不出来这种东西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其实我们要怎么学习佛法 那么我一再强调就是说 你要回归到你的身心 那你观察你的身心 那么最主要的是观察 你所谓的受想形式 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行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 但是我们的心 什么时候会起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佛法就讲了 就是名相应处 跟无名相应处而已 就是你怎么样如理作意 怎么样如理思维 遇到这个境界 你怎么想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这么想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一些有时候 如果我们通常不去管他 我们通常就是在意 我们有没有念佛 我们有没有诵经把它送好 那我们的这个威仪 有没有符合 那么你要知道你的观念 有没有符合佛法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先下课 我们先下课 地震灵神 你说unft 不许行 我不许行 好 我不许行 不许行 老語